为了达到社区公园化公园适性多元化的愿景 吉安乡邮淑尊特别前往永安村的荣安公园会刊 了解目前正在进行的环境 营造还有公厕改善工程 视察整个施工进度也添取了工程简报 吉安乡永安村荣安公园因为围墙过高 照明设施不足且步道地砖年久破损 暗藏了治安死角及安全隐忧 多次接获民众诚情反应 吉安乡公所在积极倾听配套意见下 规划执行环境营造即公测改善工程 那其实早期团围是属于一个比较封闭式的一个公园 那其实大家对公园内外的通透性来讲 还有一些安全性的考量来讲是很大的欲 所以主要工程项目是包含到我们既有的围墙的敲除 那新设花台还有人形步道的整理 还有一些内部的步道的无障碍设施 还有景观灯的设置 其实这个大概都是之前在社区使用一些公园 常常提到一些问题点 而日前 吉安乡长游淑貞也在建设客长 吴应喻的陪同下 前往视察施工进度 并听取工程简报 这里的衔接落差它是新的 为什么不能平 还超出了三公分的落差 然后你看这个里面高度不平 看到了一些在工程上的缺失 还有不适性的部分 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帮乡亲来做把关的 更对于我们吉安乡的建设工程 要维护到最优质最适性的一个品质到位 我们不能够妥协在整个建设面上的一个不适性的问题 今天也特别来延伸到第二个我们三月份即将来执行的 公园内的一个厕所改善 甚至于是无障碍设施厕所 以及亲子友善厕所的第二个工程期的执行 乡长游淑貞表示 考量到长者与亲子的需求 在无障碍坡道与人行道衔接处和地平整体平整度等角度面细节 都需要再三要求确认 坚持为乡亲做好把关 他也感谢中央营建署环保署县政府 以及代表会对在地建设的协力 期盼共同再造适性友善且各年凌晨都能自在悠游的公园环境 记者徐立琴 吉安强报导